亲爱的腾讯网友大家好 现在是荷兰时间上午九点钟 我们在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为大家直播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邀请到 国家博物馆中国艺术部门的主任 王静零博士为大家讲解 王博士您好 谢谢您过来为我们讲解 那请我们为我们做个简短的解释 这个收藏是怎么过来的 谢谢 谢谢 欢迎大家来到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 我们现在在的位置是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的亚洲艺术馆 这个馆是2013年经过十年诊件的时候 特别为了亚洲艺术馆 亚洲艺术陈列而建造的馆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馆的地面一楼 地面一楼主要陈列的是印度还有东南亚艺术 有关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的亚洲艺术收藏 它主要来自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1883年的荷兰国王博物馆一世的皇室的收藏 那第二个部分是 第二个部分是18世纪的荷兰汉学家罗叶的他的中国艺术的收藏 那第三个部分是1918年成立的亚洲艺术之友协会 那有关亚洲艺术之友协会呢是1918年的时候成立的一个收藏家的爱好者协会 他们有别于过去一般对于将亚洲的艺术品 就是同样的应该被同样的对待 但基于这样的理由他们成立了这个协会 然后开始了这个收藏 那这个收藏呢在1952年的时候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进入荷兰国家博物馆 然后成为现在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收藏的一部分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那个亚洲艺术馆的地面 地下一楼 地下一楼主要是中国日本还有韩国的展示 那现在我们在一个地方呢是日本艺术的展示 那现在展示的主题呢是能具的和服还有面具跟板画 那在地面一楼的另外一楼 那下面呢是中国部的陈列 那基本上荷兰国家艺术博物馆的亚洲部的陈列方式呢 它是比较具有弹性的 也就是说所有在这些展柜里的东西都可以更换 那我们也根据时间 大概上次的六个月我们会更换一次主题 那我们现在在这边看到的陈列呢 基本上是一个中国艺术史从新十七时代到明清的一个展示方式 那我们现在呢就是 我们现在就是来仔细地看一下其中几节比较特别的作品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组唐代七世纪的骆驼还有马人物雍 那这个这组雍呢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是我们发现就是你要拍这个就是在这个断裂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发现了那个铁制的U型支架有别于其他模制的制作方式呢 是相对而言是比较特别的 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组陶庸上面有四名骑士 两位是那个中国人 另外两个呢是来自中亚的商人 那这组陶庸呢也反映了就是唐代七世纪的时候 唐代租成长安繁华的景象来自各地 沿着丝绸之路来的商人的社会状态 这一件青铜编中也非常特别 它是荷兰国家博物馆收藏里面最重要的一件青铜器 那跟这一件编中同组属于同一组编中的作品呢 也在其他欧美的亚洲艺术收藏里面 比如说大英国馆和朋友 那这个编中是站的时候 那个静喉的编中 OK 所以我们要向往前走需要看一些目标 还是 那是不是可以就是像我们现在在掌柜上看到的这些器物 您刚才说的是从新石器时代是吧 到一直到哪个朝代 到明清 到明清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青铜一直到明清的陶瓷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去看的是 我们现在看了一件明代的木雕 那这个木雕它雕的是一个天女 就是道教的天女的一个形象 那比较特别的事情是 是这件木雕作品的原来的拥有者 它是那个荷兰第一位亚洲艺术的策展人 维瑟先生的收藏的作品 那维瑟先生同时也是创色 同时也是1918年创色 亚洲艺术自由协会的重要的成员 那 它在1925年的时候 在阿姆斯特兰办了欧洲第一个中国艺术的展览 比1929年在柏林办的中国艺术展 还有1935年在伦敦办的中国艺术展的时间都早 在那时候的反应如何呢 在阿姆斯特兰所做展览 当时的反应非常非常好 所以在1932年的时候 在阿姆斯特兰就成立了 第一间亚洲艺术博物馆 那也是 既在柏林于1906年成立了东亚艺术博物馆之后 在欧洲另外一个非常重要 以亚洲艺术为中心的博物馆 那 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件作品呢 是十二世纪 辽津时代的水月观音的造像 那这件作品 就是以我个人来说 是我觉得 阿姆斯特兰中国 收藏里面最重要 然后还有这一件作品 那也是最漂亮的一件作品 我称之为 我的蒙娜丽莎在阿姆斯特兰国家博物馆 那之所以这件作品这么的重要呢 主要是在他的作品的那个衣服的细节的纹路 如果我们仔细看到这些红色的颜色上面的那些金线 这些金线 它不是画上去的 它是就是工匠呢 在很薄很薄的金箔上面 切下来非常非常细的线条 然后一根一条一条的线条 然后贴在这个木雕的表面作品上 然后构成非常华丽繁复的纹饰 那这个纹这种塑造的技法在日本美术史上面称为结晶 那都是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被博物馆收藏的 那这件作品非常生动的地方在它的一折的纹路 那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一折像那个随风飘动的那个感觉 自然垂坠的状态 还有它卷曲的那个线条呢 都非常非常的优美 那可以想像就是说 当这一件作品跟其他十五件罗汉一起的样子 应该是非常非常壮观 那另外这一件是唐代七到八世纪的时候 石窟造像的作品 那原来的作品是来自于天龙山 那这个是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那这个是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透过在巴黎第一的如勤斋先生 然后做构成的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菩萨造像呢 已经是一个残缺的状态 那可以很明显看到它的头被敲毁 那这个头呢 现在藏在英国的大英博物馆里头 所以很可惜就是 头和身体分别藏在两个不一样的博物馆 希望也许有一天 它们两个可以一起见面 所以从来没有在一起讲过吗 没有 在博物馆里面的历史 这样子的情况多不多 嗯 蛮多的 但是在一起展览的机会多吗 还是 比较少 可惜了 好漂亮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件菩萨造像呢 它受到那个印度佛教雕刻的影响 那 就是印度的那个极多风格的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它那个佛 呃 伊文呢非常非常的紧贴在那个 呃 菩萨的身体上面 然后那个伊文的皱折 仿佛好像它 呃 是 就在中文文的术语语文 会形容像这样子的伊折 呃 像是草伊出水的样子 那其实这个作品呢 非常明显的反映到 呃 中国艺术接受印度佛教艺术的影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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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阿姆斯特丹的中国收藏其中呃 呃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当然是来自呃 十七世纪呃 呃 当然东印度公司在进行 在亚洲进行贸易以来 他们所收藏的中国 还有日本的外销瓷器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小小的展厅里面呢 呃 呃 它是一个特别的主题呈列 它呈列的主题呢 呃 主要是呃 呃 中国 以及它和世界的元气 也就是说呃 主要是以中国的外销瓷 为主要的展示 然后跟中国外销瓷对 以及世界其他地方 所造成的影响 比方说呃 呃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件 十五世纪的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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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饰有葡萄纹 然后铲枝花 还有 最外围的那个 那个 海波纹的这个 呃 呃 呃 清花瓷盘 那这个瓷盘呢 呃 呃 呃 非常受到当时 中东 还有西亚的 呃 呃 王公贵族的喜爱 那他们 就 比方说在那个 伊斯坦堡 收藏了非常非常多 呃 这一类型的作品 然后 在旁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晚的 十六世纪时候的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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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瓷器的胎其實並不是像中國瓷器的胎那麼那麼的白 所以它的表面上其實是上了一層白色的錫釉 然後裁在這個白色的錫釉上面用菇料繪製清華 跟中國的製作方式是比較不一樣的 另外我們看到的這個呢 是一個日本的卡拉克瓷器的例子 所以當全世界的卡拉克瓷器一起展示的時候 其實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 現在我們看到的三件是荷蘭因的所謂的定制詞 就像那個高級服裝可以訂製一樣瓷器也可以訂製 尤其在17世紀18世紀的時候 荷蘭透過東印度公司他們特別訂製了非常非常多的瓷器 那這一類的瓷器呢 我們通稱為文章詞 因為它有那個城市或者是貴族家族的那個文章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三件呢 一件是荷蘭北部城市 是虎尼恆哥羅尼根的示灰 然後一件是阿姆斯特丹城市的示灰 阿姆斯特丹城市的示灰就是非常三個叉叉 然後是荷蘭王國的傳統 那你在就是這個部分的成立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中國外銷詞之所以受到歐洲人的喜愛 當然除了它的那個材質非常非常堅硬 然後非常精美稀有以外 它在17世紀這些來自於中國的瓷器呢 其實是被當成高級奢侈品還有甚至與跟珠寶有同樣價值的東西 您知道像這樣子的瓷器在當時的比價是大概是多少呢 跟生活用品的比較 差不多跟銀器的價格差不多 所以一個盤子的大小比例跟銀器的大小比例是類似的 對 好貴喔 然後上面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展示 它就是荷蘭人的形象 在中國藝術作品當中的形象 這個是一個很小的象牙牌式的雕刻 然後我們有畫髮廊 上面也有描繪荷蘭人的樣子 然後我們還有這個是白色的是 來自於福建德華的德華詞 那甚至是在文人書作上面用的雁品呢 也有出現荷蘭人的形象 那中國瓷器呢 除了外銷歐洲之外呢 其實跟東南亞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聯繫 然後像這邊就是中國景德正在18世紀的時候外銷 針對泰國市場所做的外銷池 那中國跟東南亞的那個外銷池的貿易其實 在宋朝的時候就已經建立 那特別是來自於中國的龍泉窑也影響 比如說泰國的青池的表現非常非常非常深 那除了泰國以外呢 跟越南也有很深的關係 另外像這樣完整的作品呢 在收藏上面也比較少見 那中心描繪的是羽藻紋 羽藻紋是在那個 中國瓷器裡頭 特別是青花裡頭 非常非常常見的裝飾母體 那周圍呢 是蟬枝花的 就各種的花繪 主要是牡丹還有菊花的造型 那但是 也是同樣來自於中國的影響 但是我們可以發現 越南的工匠呢 它還是有他們自己的獨特的風格 最後我們看一下 就是明代時候 外交到伊斯蘭世界的兩件作品 上面的這件作品呢 它其實它的氣型 它仿制 其實是仿制於 其實是模仿 就是 在印度尼西亞那個地方的 就是 用皮做的水壺 但是它用瓷器來表現 這個是用什麼 用作什麼功能的 這是水壺 也是一個水壺 對 那下面這件呢 非常特別 這件上面還有阿拉伯文的那個裝飾 那這個阿拉伯文上面的意思呢 是願真主保佑這個國家昌盛繁榮 那這件作品呢 推測可能是 原來是一個花叉 也就是花品 那跟這件作品同樣 氣型的呢 我們現在知道全世界只有兩件 一件在阿拉伯文的收藏 另外一件在哥本塔根 那就是 其實我們還是有一些 疑惑 就是對於這些氣型的用途或什麼 但是它是 就是在這類作品當中裡面呢 所以我們要往上面 然後下面 對 對 對 然後 另外 我們要往後拍 然後 然後 左上 對 往上 所以那現在我們在這個郭道上面呢 展示的是Edmond Duval 還有Edmond Duval的作品 據說他這個是在整個更燒的是吧 這是一個英國的藝術家 這是一個英國的藝術家 因為作品有一個特徵就是說 看起來好像我們把它放在一個非常奇怪的位置 但是呢這個作品有一個特徵就是 當你離得越遠的時候 你看到的那個藝術就越清楚 那你靠得越近它就會變得越模糊 所以我們把它掛在這個位置 所以當觀眾就是順著樓梯走下去的時候 他會慢慢慢慢就是越來越看不清原來的那個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需要離開亞洲館嗎 我們現在要離開亞洲館到我們的特展廳 為什麼這個地方會有這樣子的特色這個外觀 這是原來他們值得他們舊建築 這是原來他們值得他們舊建築 但是現在這個地方呢 有一個非常特別的作品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那就是工匠呢 我們在那個漆氣的表面呢 用木刻的方式雕刻出圖案 然後呢填入那個 用那個顏料填入色彩 那在這個室內的屏風的左右兩邊呢 我們看到它的那個裝飾的母題呢 主要是那個漢工春曉的樣子 那正面呢是山水化 然後我們看到這個室內就是室內原樣成色裡頭呢 它還有展示了很多就是成堆的 這個一個中國的陶瓷 那這樣子展示的方式呢 其實在歐洲的很多宮殿裡頭常常看到 而這個展示的方式呢 其實是荷蘭人發明的 然後在17世紀的時候 影響到整個歐洲 然後 所以在這 對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成堆的 那個中國陶瓷的展示 它其實是一個比較小型的 那它可以擴大到就是整個牆 室內的牆面都是 那這個蜂巢就是原來是荷蘭人帶動的 那在17世紀的上層社會的家族裡面呢 也常常可以見到這樣的百事 那這個 這個原樣成色裡頭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非常特別的 中西融合的一個現象 比如說天花板的彩繪 那上面還有那個就是荷蘭非常代表性的花繪 向日葵的描繪 那還有那個地面那個雕氣屏風的底下呢 這個巴洛克風格的 那個 對 我們像金色 那個金色巴洛克風格的樣子 的捲草紋呢 其實裡面也有上日葵 那這個空間在17世紀的時候 它其實是 就是在宮殿裡頭呢 它其實是宮殿裡頭的 就是公主 貴族婦女的喝茶的茶室 所以我們看到這些瓷器是荷蘭本身的瓷器嗎 不是 這是中國的外套瓷 這些都是中國的 那我們可以想像就是說 17世紀的時候 他們就是歐洲人 對於中國的想像是怎麼樣的 可是就是認為他們就是在壁面 就宮殿的壁面裡頭 裝飾著有中國人物 中國瓷器 就是一種對於所謂異果趣味的追求 可是我們來看另外一件作品 中國人同樣也有所謂對於 異果趣味的追求 現在我們看到的這件作品 同樣也是一個 十七世紀的環彩雕七瓶 那在這個屏風上面呢 那在這個屏風上面呢 裝飾著荷蘭人狩獵的圖像 那在畫面的左邊呢 有一艘非常大的荷蘭船 那荷蘭船 荷蘭船登陸了之後呢 然後之後的場景就是 成對荷蘭人在售 博物館在二十世紀中的時候 在中國的收藏家那邊購買 那這一類的款彩的品種 一般在中國的使用脈絡上面 是作為祝壽的 那我們可以想像 比如說 中國人 就是剛剛我們看到了 就是 歐洲人在他們的室內 裝飾了 有中國人圖像 或是中國瓷西 的異國趣味 所以事實上這種對於外國 或者是異國的那個趣味的追求呢 同樣也反映在 就是中國人的審美趣味上面 那這個作品呢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例子 那有棺材雕基上面 雕有荷蘭人圖像的屏風呢 事實上並不多見 就我所知 全世界只有兩見 一見在我們這邊 另外一見在哥本哈格 那還有其他國家的那個 類似的嗎 除了荷蘭人之外 據我所知沒有 那其實 這個圖像是非常有趣 比如說 這一個 這個圖像呢 這邊 它其實也結合了 中國繪畫上面 比如說 中奎出遊 的這樣子的 圖像學的那個 原型 中奎是哪一個人 中奎就是鬼王 我知道 您是說 你覺得哪一個是看誰 這個 這個荷蘭人 起碼 然後後面有一個 樸人稱傘的樣子 其實跟中國畫裡頭 表現中奎 這時候 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這樣去看 OK 所以我們接下來 是要 往鎮館方向走 可不可以請您幫我們 稍微介紹一下 這個鎮館的 歷史 它是什麼時候建造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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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個 博物館是2003年 閉館了10年 對 所以我們現在是要往 就是 正館的方向 正館的建築 它是1885年 建造 跟那個 阿姆斯特丹 的 中央火車站 是同一個建築師 然後 中央火車站 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北邊 然後 國家武館呢 是兩個風格相同的建築 但是 在 建築 阿姆斯特丹 國家 博物館的時候呢 他的藝術家 他有非常非常 建築師 有非常非常多的巧思 我們其實可以 嗯 如果走不快一點的話 可以講比較多 但你可以 他們呢 所花費的 整建金額 高達 三億七千五百萬歐元 那主要整建的那個部分呢 就是 擴充這個 地面樓 還有地下樓的部分 然後 還有 原來的 呃 彩繪 嗯 那 另外一個比較重要的 整建的工程呢 是在 所謂的彩繪的復原 是因為原來他把博物館的牆塗成白色 塗成白色 然後現在還原成 十九世紀的風格 對 那還有另外一個主要的功能是 在十年的整建的期間 呃 我們把那個屋頂拆掉 現在變成一個透光的附近 然後 讓他原來是 這個 實際的實際的那個 那個 嗯 所以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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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般 訪客到博物館來的時候 是從哪一個門進來的 就是 嗯 東西兩邊有兩個 入口 然後 也有兩個出口 嗯 好 其實像這個 天花板上面這個 看起來像是現代藝術的裝飾呢 其實它主要的功能是 呃 可以吸收那個 聲音 當博物館非常多的訪客的時候呢 也不會覺得它非常非常的吵 然後 我們現在是要往 我們現在要往 樓上 呃 二樓 那 那 那個 那個 地方呢 可以說是 就是阿姆斯特丹 呃 國家博物館最重要的 一個 畫廊 所以比如說像 壁面上的彩繪在 大概 大概1960年左右 左右 對 然後全部塗版 那 在十年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把這些彩繪 修復 然後復原 我拍一下 我拍一下 這個彩繪會覺得怎麼樣 怎麼樣 你要站正好 現在我們在地方 國家博物館的正廳 那 在正廳的 四周的牆面上面呢 現在有 彩繪 描繪 描繪的是 荷蘭的國家的歷史 那在 那個 川普上面的 玻璃 玻璃牆上面 是 呃 藝術史上 重要的畫家 對 比方說 更大 林布蘭的 然後 林布蘭的左邊 正好是 那個 萊燈的 非常重要 感覺很累的 好 可以走 來 他們 他們之間是 什麼 今天 年代是不是 同一個年代 對 然後 然後 還有希臘 很有名的 還有哲學家 還有藝術家 哲學家 都在 那 上面還有 造船 然後 工匠 機械 哪一位是造船的 造船在 右邊 最上面 上右 其實 沒關係 然後 我們現在看這個正廳的地板 在 右邊 是 四季 然後 在中心 所以 Lentus 是 是荷蘭文的 春天 對 在這邊是 四季 然後 在中心 它是 黃道十二宮的 星座的樣子 那我們可以想像 就是這個整個正廳的表現 這是一個宇宙的世界觀 然後被藝術所圍繞 然後在正廳的中軸線 就是 我們看到的 我們將要進入的是 阿姆斯特丹 國家博館最重要的一個畫廊 那當我們從正廳的正中心 進入的時候 我們就會站到 阿姆斯特丹 國家國務館的正館之報 林布蘭的夜巡 那 沿著這個中軸線 前往夜巡 兩邊呢 是十七世紀 荷蘭畫家的建築 那 所以我們也可以說呢 整個阿姆斯特丹 國家國務館的建造呢 這是以林布蘭夜巡為中心 而做的設計 那這個廳 是十分鐘 好 可以長一下 這裡 有嗎 你聽到一個嗎 蛤 你聽到一個嗎 這個廳幾乎是整個荷蘭17世紀最重要的藝術家 所以比較主要的像哪些畫家 像我們現在看的 字節 資格 螞蟻 絲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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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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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